这是一片灰黑色的海洋 当我们走进其中 就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般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墨石公园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四川甘孜州的道府县 在我身后就是非常有名的墨石公园 前两天我是听说墨石公园还没有开放 所以也没有打算来墨石公园去转一转 但是当我们走这条路 正好来到墨石公园的观景台之后 我又查了查发现它是正常开放的 但是我们到的时间有点晚了 虽然说现在天还是大亮 但是这边是在下午四点半就停止入场了 所以就无缘进去参观了 不过没有关系 咱们可以去高空上欣赏一下更广阔的画面 进入墨石公园 现在是需要准备24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的 墨石公园位于四川甘孜州道府县的八美镇 原名叫做八美土石林 一直到2016年才改名为墨石公园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墨石公园的名气慢慢的大了起来 现在这里已经是每一个来到川西的游客 都会来看一看的地方了 墨石公园的门票是30块钱 在景区是有观光车的 即使我们只是站在观景台上远远望去 虽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 但当那灰黑的颜色赫然出现在眼前时 还是让人非常震撼的 八美位于地壳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 在断裂带中的岩石受到挤压 剪切 发生了破碎 迷化 形成了特殊的迷冷岩 这些岩石呢 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 而被暴露出地表之后呢 因为它是比较软的 而且又有钙质 所以在长期的流水的冲刷和风化作用之下 就形成了千姿百态 雄伟壮观的石林 我觉得墨石公园里面啊 还是非常适合拍照的 大家如果想要来这边转一转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穿黑白颜色的衣服 或者呢 就是颜色亮丽一点的这样的衣服 拍出照片来绝对好看 墨石公园里的石林 最独特的一点 在于它的颜色是会发生变化的 在一天之中 在一年四季之中 因为空气中的湿度变化 以及阳光的折射 这些因素都会使得石林的颜色发生改变 有的时候呢 是浅灰色浅蓝色 有的时候则会是苍黑色 显得非常神秘 在现在这个季节 周围的山上已经是黄绿色了 灰黑色的石林 搭配着还茂密的树林草地 让人不禁想要多看两眼 流连忘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os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